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明镜与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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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你是外国居民就是非美国居民 那你的报税你只能用这个 Iconized Discussion 不能用Stayway Discussion 就有这个差别 好再来呢 一旦你变成一个美国税法居民了 那你有很多其他的都表呢 需要报 第一个最常见的就是这个叫FR 就是你在美国境外的银行账户的存款 你必须要申报 他的规定呢是你把所有的在国外的账户呢 一年当中的最高额 然后每个账户的最高额全部加下 如果超过了一万块钱的话 你每一个账户是哪一个银行 它的地址还有你的账户号 再来就是每个账户的最高额 你都必须要一个一个报 那现在这个罚款呢 是一万两千六百二千一 一万三 所以你这个没报的话 罚款是一万三 如果你是故意不报 对吧 那刚才讲的这一万三是 你不知道没报 不小心的 都是故意的 你如果故意不报的话呢 他可能会罚到这个十三万 而且呢 你还有可能被抓去关失眠 所以这个也做 为什么呢 因为这个表呢 不是报给国税权 是报给财政部 那为什么要报给财政部呢 美国财政部怕你洗钱 所以这个如果你是故意隐瞒的话 这个就必须要花败 再来呢还有花九三万 花九三万是什么呢 就是说你除了这个银行账户 如果你的存款全部超过十万 就必须还要再报 报在这个花九三万上面 而且呢 你如果有在有 比如说中国公司的股票啊 债券啊 甚至一些保险啊 那些你财产品啊 这些你都必须要花在八九三万 八九三万的花款呢 是一万美金 还有你在国外如果有公司的话 就是要花这张表 叫五四七亿 这个也是一万块美金的花款 很多人问我这个问题就是 我呢 现在已经变成一个美国居民 那我父母亲呢 突然就给我的一笔钱 那我怎么办呢 在这个情况下呢 你如果在你是美国居民 你收到非居民的这个赠予 一年呢 超过十万块钱的话 你就必须要报这张表 三五二零 你不需要缴税 但是你要报 你没有报的话呢 他罚你百分之二十五的赠予 所以你 必须要报这张表 再来呢 我还有 尤其最近呢 有一些客户 他们呢 有一大堆公司的股票 本来是齐全的 换的股票 然后呢 他说我可以不可以把这个股票 转给我父母亲在中国 你说可以 对吧 你在公司上市之前 你把它转 转出去的话 你可以当作赠予转出去 或者是你可以卖给父母亲 那你如果是赠予的话 你要报这张表叫做709 都知道 然后这个 这个以后公司上市的话 然后父母亲再 再把这个股票卖掉的话 就不用在美国缴这个capital gain 所以这个是一个很好的方式 在并开美国的税 再来呢 还有其他的一大堆表 就是你一旦成为了美国军民呢 你可能必须要报这些表 其中有一个叫做1042 1042就是你比如说你跟中国人借钱 不管是中国公司啊 或者是你跟你父母亲借钱 对吧 买房子 借着钱 借钱要付利息 那这个利息呢 你必须在付利息之前 你必须要扣30% 然后会小去给国税去 所以那个叫做预扣税 所以这个叫做超预扣税 所以这个经常就很肉调 那你要是刚才我讲的这些 我很多可能都没报到 对吧 还是以前的这个银行账户存款 需要报的 我也不知道 我都没报 或者是还有其他的表 来提到的 你都没报 那国际群呢 有一个自首的政策 这个叫做 Streamline Finding Procedures 意思就是说 你可以去自首 然后呢 他可能会罚你钱 但是他会罚的比较少 基本上 不一定是把百分之五 跟你的银行账户的 这个存款金额 那你说 我以前要报 可是我现在人已经 在我去中国做去了 所以那个罚款呢 可能可以减免 所以这个叫Streamline 这个现在还是 还是有的 所以基本上 我就是一下概括 这个居民非居民的 不一样 所以现在就进入 这个个人税法的改变 其实 今年的改变 没有去年多 去年这意思是2020年 2021年 不是太多 这个2020年 我们就知道 我们有很多这个 跟疫情相关的 税法改变 对吧 然后我已经到 补助金啊 这些 那在2021年的时候 还有 可是没那么多 第一个呢 就是这个叫 Economic Impact Payment 他就说呢 一个人呢 我们发1000次 不管你是 你自己 或者是 这个 你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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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孩 一人发1000次 但是呢 你们两个人 夫妇两个人 如果收入呢 超过了16万的话呢 这个就没了 就拿不到这个 那当初呢 他在发这个 1000次的时候 一个人1000次呢 是在3月份的 2021年发的 那2021年发的时候 大部分的人 他们的2020年的 税票还没报 所以呢 国税局呢 就是基本上 就是看你2019年 你家有多少人 然后你的收入 可能没超过16万 那他就 他就 一人发1000次 所以他就把支票 先送出来 然后之后呢 那个支票你收到了 但是呢 在2021年 譬如说 你2021年的 你的收入 已经达到了20万 所以这些补助金呢 其实 不应该给你的 但是呢 他说呢 你也不用划回去 所以 他反正 你已经收到了 你也不用划回去 就是 在1月份的 2022年 就上个月份 可能你会收到 是国税语金的 一张表 一张 这个信 叫做六四七 那上面他会写呢 你一共 他花了多少钱给你 所以 你一定要 拿到这张表 你如果 用这个会计师 管理报税的话 你要记得把这张信 给你会计师 那还有一点呢 就是 这些补助金1400呢 应该是说 你人还在 就是1月1号 不是2021年 你还在 因为我们刚刚讲的 是吧 他花钱给你 他是基于 这个2019年的税表 那你可能 人呢 对吧 年纪大部分 在2020年 的时候 说不定 已经去世了 已经不在了 照理来讲呢 你说 不应该拿这一千次了 但是他已经发给你了 那样子的话呢 那一千次 一千次呢 其实你要还回去的 可是呢 国税局又没有告诉我们 说告诉任何人 这个应该要怎么样还回去 所以 所以这个 看看国税局 会不会还有什么新的 这个公布 然后第二项呢 就是叫做 Child Tax Credit 对吧 这个小孩 你可以拿三千块一个人 以前2020年的时候 只有两千块 而且你的小孩 如果是六岁以下的话 你可以拿到三千六 而且2021年呢 他说小孩只要在 十八岁以下 都可以 2020年的时候呢 是十七岁以下 所以 所以这个也 也比较 还有就是 他的FaceUp 就是要 夫妇两个人 只要在 收入在 二十一 二十一万以下 都可以拿到 那在 就是2021年的 下半年 那时候 国税局呢 就把这个 支票发出来了 他是想要 发出大概 百分之五十 刚才我们讲 三千块的话 他应该 这个 寄出来 一千五 但有些人 你可能没有收到 那么多 不过他 他还是有寄出来 一些 然后他在 上个月 他也记得 一张信 叫做 六四 一九 然后他上面的 信差会告诉你 你已经收到了 多少 那 他给你的 譬如说你只收到了 一千五 那 在你 报税 比如报 2021年的税的时候 你还是另外的 那一千五 你还是可以拿得到 或者是 你可以拿那一千五 提你的 2021年的税 那你说 很小 他已经 十八岁了 那怎么办 那你拿不到 那三千块 但是呢 你可以把它当做 dependent 所以你最少 可以拿到五百块 dependent 也可以包括 你的父母亲 可以把 跟你都在一起 所以你一个人 也可以拿五百块 OK 还有第三个 第三个是 这个child 教育人的dependent care 就是你如果要付钱 把这个小孩 送去 托儿所 或者是 父母亲 年纪大了 要找人来照顾他们 所以这些 dependent 或者还有child的 这个care 呢 他也有一些 在2021年的时候 他也增加了 这个配点 然后最多 可以拿到八千块 2020年的时候 只有三千块 就是一个人 就是一个人 最多可以拿到八千块 两个或两个以上的话 可以拿到一万六 就是两个小孩 都需要照顾 什么样的 再来就是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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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实业救济金 在 2020年底 12月的时候 那时候 创作不是 不是 你要准备 离开白宫了吗 在离开白宫之前 还签了一个 就是把这个 继续连行 就是 除了你正常的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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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另外 还有 多加 你 如果大家记得的话 2020年最早 那是 他每 每一周 还多给你六百块 后来 后来减少 变成 每周的 多给三百块 那在2020年的时候呢 你收到了这些 这些 很重要的 关注 用 一万 零五百 你是不用上税的 但是呢 在2021年的时候 这个 这个已经拿掉 这个优惠已经不在了 所以你收到了 这些 钱呢 你必须要缴税的 你不用缴加州税 但是你要缴联邦税 还有一个就是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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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管是 学校会的 或是 其他学校的 什么 那有一些人 AGI之前 就可以比大人 大概三百块 那那时候 2020年的时候 法律出来 那我就说 一个人三百块 那如果是夫妇 甚至六百块 外国税去出 不是 是一家人 能够三百块 那在2021年的时候 他现在改了 还是一家人 如果夫妇 两个 现在是六百块 所以 这个是跟 2020年的 有一点改变 还有一些呢 是一些 Energy Efficient Incentive 这个是什么呢 就是说 你要这个 加里要换创作啊 换 换门啊 这个 天窗啊 什么这些 他可以给你 10%的 这个 还有 装这个 Solar Panel 对吧 这个 他有 他今年 2021年 还有 2022年 这两年 那你还可以 拿回来 百分之二十六的 就是 就是等于 国家会 帮你出 百分之二十六的 费用 所以基本上 是这样 所以刚才讲的 那些就是 个人的一些 税法改变 在2021年 不知道 大家有没有 什么问题 大家如果有问题 的话可以在 YouTube下面的 留言框 给我的留言 Michael会为 大家一一解答 Michael我这里 有一个问题啊 就是针对 子女 优惠税 预付款的 这个问题 我想问一下 就 有网友说 自 2021年 9月份 每个月 都有收到 250块钱 的这个补助 那我想问一下 就是他想问一下 就是 贸税的时候 他有 相关的材料 证明他一共 是收了多少钱 就是刚才讲的 应该有收一张信 在1月份的时候 应该 国税局会寄 那一封信给你 然后他上面会写说 我在2021年的时候 我已经给了你 一千块 就是 国税局会给你 记一封信 如果我们没有 收到贴方信的话 那怎么报告声 如果你没有的话 你应该去问一下 国税局 应该是 应该打电话 去问一下 国税局 让国税局 发给他信任 好 他剩下的这个钱 是报税的时候 通过退税 一次性 付呢 还是 今后还是按照 这样每月的 定期付款 发放呢 所以他不是定期付款 发放的 就是基本上 你刚说的三千块 你已经收到一千块 所以你应该还有两千块 对吧 照理来讲 你这两千块呢 你在报税的时候 比如说你的报税 你还要多付两千块 的话 那可能你就用这个 直接你应该要缴了这个税 那比如说你只要 你缴了 你只要再多缴五百 所以这两千块 剩下的那个 减掉数五百 剩下的那一千五了 还会退给你 所以你还会 对 你还会再收到 就是往后就不会 再收到的每月的 这条运助金 对对对 你会每个月收到 我想到时候 你报税表之后 他会一次性就给你 好的 所以应该是这样 好 那有网友问 今年电动车 有什么样的优惠 电动车 我们都知道 这个一组中有优惠 最多可以收到 七千五百块的亏点 但是他有规定 就是你这个厂家 他如果生产 就是他卖出来的车 已经超过的 二十万户 然后他这个 这个就没有了 这个 所以 所以譬如说 Tesla 对吧 当初大家买了Tesla 就收到 七千五百块的优惠 现在这个就没有了 所以联邦已经没有了 只要你达到 这个数字就没有了 当然我们知道 最近很多厂家 有新的 这个电动车 比如说 Luci 对吧 在去年上市了 然后现在已经开始卖了 所以 然后联邦的 这个优惠没有 但是加州 还有 它还是有一些 尤其北 所以加州 还是有一些 优惠政策 好 那还有网友问 就是刚才您讲到 换 就是门窗 可以有 credit 那他对这样的门窗 有什么具体的规定吗 什么样的都可以吗 就是要的这个 energy efficient 对吧 什么这个窗子 要double pen 都是那些 就是玻璃窗 老窗 所以 所以对这个 节约能源 有利的 还是要节约能源为主 是是 好 下一个问题 就是说 这夫妻有401K 开IRA的收入条件 是多少呢 收入 没有要求 如果你收入太高的话 你这个 就是你 Country 比如说 IRA 你把这个钱放出去 但是对你税 你没有办法扣税 但是你还是可以放 对吧 因为你 只是变成 等于像 这个税后 的钱放出去 就是 对 没办法省税 所以是这样 这个收入超过一定的 程度 你就没办法了 没办法省税 那这个税 那这个收入是 扣除了401K 之后的这个收入 还是 对 你如果可以省税的话 那你这个意思就是说 你这个401K 你放进去 对吧 那这个当然就 不用缴税 对吧 你101K放进去 那如果你的 这个IRA 还可以的话呢 基本上 你如果有401K 很多时候 你的IRA 再放进去 就已经不能 当作成税钱了 所以 然后更多一点 好 那这网友还问 那去年呢 从401K里取出来一些钱 那这个钱需要 进入今年的收入吗 就是那时候 疫情的时候 有一大堆 不同的优惠 它让你 钱拿出来 然后你可以 一般来讲 你从401K 如果钱一拿出来 马上就要上税 而且还要罚款 然后马上 10%的款 对吧 但是呢 那时候疫情的时候 有一些优惠 它可以让你拿出来 拨把上缴税 而且呢 你如果把这个钱 在环境去 你拨万费 那你还可以 还不用被 非法款 这个政策呢 我们又在 去年2020年的 这个角度里面 都有讲过 这些优惠政策 所以可能要回去看一下 那它就是 算入今年的收入 对吧 可能要算 这个我得看一下 去年的优惠政策 那就是我们 像我们收到的退税啊 或者是子女优惠政策的这些 算我们的收入吗 这些不算收入 对吗 退税部分 嗯 退税的部分 很深刻不算 不算 好 好 大家如果有问题的话呢 可以 把你的问题 写在YouTube 右下角的留言框 我们可以 为您随时解答 在下面呢 我要讲一个 这个是新的法律 对 就去年2021年 所通过的 那时候 在17年通过了 这个纳税 对吧 然后是18年的时候 就开始实行的 那在 18年开始实行的时候 然后你在联邦的税表上面呢 你有这个 state cash 你得选 你的州政府交的税 不管是这个 索的税 或者是你的房地产税 你最多呢 只能扣除 1万块钱 那在18年的时候呢 我加州呢 我设立一个 organization 然后 你如果要欠加州的税呢 你不用直接交给加州 你把这个税金呢 缴到这个organization 那这个organization会当作成 是一个 triple contribution 对吧 然后就当作救济金 然后triple contribution的话 那在你的联邦的税表上呢 你就可以当作 一个费用来透处 后来呢 到了国税局 国税局说我不准 所以后来就没通过 那今年 今年不是今年 就是2021年 现在加州又有 一个新的提案 他就说呢 你如果有做生意 不管是一个 ex corporation 或者是一个partnership 或者是你有什么 LLC跟人家合伙 那本来呢 这个partnership 这个LLC呢 本来是不用缴税的 对吧 这个在公司的层面 是不用缴税的 那赚的钱呢 那就直接 就到你的个人税 收入就到你的个人 所以你个人去缴税 那 他现在说呢 你可以选择 在公司的层面上呢 就把税给缴了 那在这种情况下呢 你的联邦的收入 就会减少 我这边一个例子 我讲给大家听 他说呢 有一个partnership 他里面呢 有两个合伙人 一个是Bill 一个是Clay 那在2021年的时候呢 这个partnership呢 一共净收入是10万 那就表示说呢 本来这个Bill跟Clay 黑人要分5万 然后他们就照理来讲 他们就拿入5万的收入 他们就抱在他们的个人 所有税料 然后缴他们的个人税金 那这个partnership呢 他就可以make a nation 就是可以选择的去缴税 他就缴了就是9.3% 所以他缴了9300块的税 所以呢 你拿10万块钱 减掉这个9300 剩下的钱呢 就分给这两个人 所以这两个人 他们的收入呢 就变成了45350块 所以就不是5万块 所以他们的收入就减少了 这个4000多块 所以在联邦税上 他们的个人的所得税 就少缴了 所以就省了 然后在加州 因为你已经缴了这个9300 所以一个人呢 分这个差不多4600 所以这4600还可以拿来 比你的个人的这个加州税 所以这个是一个 新的这个法律 就是21年时候通过 那在通过的时候呢 当初呢 是讲说你必须 这个LC呢 必须是由两个会员以上 就是当做一个partnership 那个呢 一直到前两个礼拜 他们把那个税法又稍微改了 他就说 你可以不用 你可以就是只有一个人的LC 也可以选择就是付这个税 所以这个是新的政策 所以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